欢迎大家来到试选表的自学站5 今天我们的学习目标就是 希望大家认识 几数 and or NOS 的功能用来做什么 另外就是他们的语法 记住这两大是我们学习Excel 的重点 有什么用,什么时候用 以及语法是什么 所以考试就问你什么是问题 你起码知道要用Google 然后你再试写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新增了,因为语法上不要掌握到 所以我在这里示范之前 我先告诉大家 X1,X2,X3,我稍后告诉大家 但你见到and 其实有很多 可以有很多很多格 当然 你可以是,因为and 的关系 至少就要有两个 不然也不合逻辑 没什么用 至少有两个,但当然你可以多个2个 也是一样 好了 而NOT,留意了 我只是填一块这个东西 稍后我才解释 只是填一块,不会填多 所以你不会见到填 X2 X2 X3 等等,不会的 Logic 只是 只是 一个 OK,我们就示范了 好 我们有一个情景 好了,现在我想找一下 几个情景 就是 ALLPASS 我去找哪个学生 全部適合 其实你会觉得很无聊 为什么我只能看到 是第二个学生 为什么我还要用公式 大家幻想一下 如果我不是两次测验 我是二十次测验 又或者 我不是只有三个学生 我是三千个学生 其实你找的时候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用到Excel去帮忙 我们写一下 什么叫合格 我将整件事 我想找ALLPASS 我将整件事分出来 第一样 第一份卷 你先合格 等于50 OK 这是合格的 好了 上次我们在IF的时候说了 当我写这个时候 Return只会是True 或者False 我们这个叫做条件 亦是刚才的PowerPoint里面的XX OK 好了,这是第一份卷 合格 第二份卷 合格 好了 当我知道两份卷合格的时候 我就要想一下 是不是两份卷合格 不是啊 一份合格 一份不合格 所以我们理论上这里会出False 同样道理 我们复制了一条公式 你就会看到这样 这个就是 如果我们20份卷 我就写很多次 所以我们有些 而且我们也看不到TrueFalse 好少少而已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设定了 And Cool 先给他一个条件 记住条件 通常是这样的 第一个条件 我们想知道第一份卷是否合格 豆豪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测验 合不合格 完了 Enter 你会看到它出现False 你会告诉我 不合格 不是全部合格 这里全部合格 这里也不是全部合格 这个就是我们用 这个Enter的效果 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不会单独用这个 通常我们有一个配套 就是配合 if 但我 第六个字学站录我才会再说 所以这一刻你就要知道 Enter如何運用 好了 如果不是 我不止三次测验 我不止三次测验 我是多过三次测验 又怎么办呢 譬如说 Test 3 Test 3 50分 66分 70分 第三次测验大家看得很好 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写 这个Formula 如果我想找 都是All Pass All Pass的意思是 全部合格 好了 我们先来吧 等于 Enter 我要全部都 合格 所以是 及 第一份卷 大个等于 5集 豆浩 第二份卷大个等于 5集 豆浩 第三份卷大个等于 5集 山褐湖 好了 看看 不是全部合格的 因为这份卷不合格 第二个 复制贴上 你看到全部合格的 第三个 不合格的 这是 an的用法 所有条件需要同时成立 我们就用an 全部 Return 做True 全部这些条件 是要True 我才会重新的 我才会重新的 这个就是an 这个 case 好 等于 我和 刘卓康 去看电影 我们说 我想看 蜘蛛俠 想看 Forg 我打算 除了and之外,我們會有一個叫做or or的意思是在這個case來講,隨便一個合格都可以 隨便一次測驗合格都可以 譬如我說李sir發了答 所以如果測驗隨便一次合格,我就會送100元給他 我們就會看看or 同樣道理 你看到這個叫logical one 意思是 我有什麼條件 這份卷是否大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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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會看到會出true,為甚麼?因為我有兩份卷 都是大於50 如此類推進去 所以你會看到全部都會出true 因為每一行都有最少一份合格 如果我將這個變成30 你便沒有for 這就是or的case 隨便一樣 隨便一個 隨便一個 就可以了 OK 比如說 我們隨便一個旅行說去日本,我們便去日本 然後可能是我的兒子說去台灣 我太太可能說去澳門 我說我去日本 所以我們決定去日本 這個假設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or 和and的處理方法 還有最後的loss loss有些特別的 你看到這個全部都有不同條件 loss只是一個 通常我們用來說就是把一些東西反轉 譬如說 我這裡 等於loss 這個大約等於100 不是大約等於100 大約等於50 正常來說 A2大約等於50 應該是 true的 但是我loss了它之後 loss了它之後就會反轉 變成false 剛剛好就是oppos 如果我本身那個是false的話 譬如 loss 這份卷 大約等於50 A4大約等於50 本身是錯的 不對的 false 但我loss了它之後 就會出現true OK 在公開試上未必去到很複雜 甚至乎loss這個case未必會出現 但anyway我們也去到 看看 OK 今天 我們學了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and 全部一樣 全部true才會回答true 隨便一個是false 也是false 另外一個 or 隨便會回答true 如果全部都是false 那我才取得false 最後是loss loss的意思是把我們的條件 調轉 true變成false 這個concept 亦對我們寫program 很有幫助 記住 我們的 所有的條件 是一定要這樣的 可以是等於的 可以是A2等於 或者稍後再學多一點點東西 不過這一刻 起碼記住是 大個小個等於 小個等於 或者等於 或者不等於 OK 今天 到這裏 好